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藏传 南传 古印度及日本的佛塔 大致都依佛式规格 比例及表一而致建 即代表佛身 也表佛之三身 三界及五大 在佛塔中 则安奉圣者设立 金书及各种吉祥物品 以令绕塔及顶礼者及吉功德 他能够体现佛的法身 因为他既藏着佛陀身身设立 又藏佛陀法身设立 也与佛像 佛经有相同的地位 佛塔代表佛陀的圣意 法身 而且佛塔的每个部分都揭示了成佛之道 除了表佛身及五大之外 佛塔下层基台则代表十善业 三界代表三宝 十座代表法住仪式 连座代表六度 基座四角代表四无量心 整个佛塔则代表包括三十七道品在内的六十名数 佛塔的形状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佛塔的底部到顶部 把整个菩提道表现出来 包括修持的基础 实践的方法 以及陈旧佛的果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